美国当地时间,昨天下午,日本首相野田佳燕在纽约举行的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称,将争取按国际法解决领土争端。 那么对此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指出,日本的做法是在自欺欺人。 野田在演讲中并未明确提及钓鱼岛及日韩争议岛屿问题。 他表示,将争取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有关领土和领海的争端。 野田表示,捍卫主权、领土及领海是国家理所当然的责任,日本将根据国际法继续履行这个责任。 针对在钓鱼岛和独岛主权问题上,与日本对立的中国和韩国,野田不点名的批评,这表示,绝不接受通过单方面的实力及威吓实现自己主张的企图。 不过,野田在随后的记者发布会上,对钓鱼岛问题明确表明了强硬立场, 将日本政府不可能在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上向中国作出退让和妥协。 针对野田的讲话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,领土归始问题应根据历史和法理依据, 加以解决。个别国家罔顾历史事实和国际法,公然侵犯他国领土主权,公然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, 严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,却试图搬出国际法规则做幌子,这种做法自欺其人。 有关国家必须正视历史,切实遵守国际法理,停止一切损害别国领土主权的行为。